哈囉大家好,我是大亨 它是惡魔果實 南非龜甲龍 它是屬於東行種 所以我們在家裡的時候都會讓它吹冷氣 等到它葉子長出來的時候呢 我就會帶它出去曬太陽喔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第一集介紹 後來呢,我研究這名玩家 才發現它其實是一個 不只非常有想法以外 它也是一個實力非常強的選手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排手呢就是 他是加拿大級的香港人 現在住在香港 那他生涯獎金是 一千三百萬美金 目前排名世界是五十七 其實在2016年有一個華人 贏了一個一滴水在蒙蒂卡羅那個比賽 報名費是一百萬歐元 然後第一名是 一千一百一十一萬一百一十一歐元 然後贏的那一個得主呢 就是 Alton 那時候我在第一集錄的時候 我一直沒有想起這個玩家是誰 後來我查資料才發現 啊 原來當初贏的那個華人 其實就是這個Alton 那Alton呢,他本身除了打撲克以外呢 他本身是 資訊科技 金融科技 金融業 還有飲食業 他是各個領域的一個企業家 同時他也是一個非常慷慨的慈善家 我先來介紹一下這個局的故事背景 在倫敦他們打的是 兩千四千銀綁是在傳奇撲克的時期 他們的現場的Cash Game 然後當時也有做一些轉播 記錄一下他們這個高額現金桌的手牌 那桌上的牌手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 Richard的兒子 還有我們的 上海王 還有我們的 毒王 湯毒王 他們都在桌上 那並不是一個非常多人的桌子 是一個 六妹子的Cash Game 那我們挑了三把Alton在這個牌局裡面 比較精彩的手牌 那我們先來看看 第一把 這邊看一下 現在我們有一個在Hijack Open的這個人 他叫做 上海王 這個名字應該是一個上海的王者吧 不然在一個公開場合叫自己上海王 沒有一些分量的人 我才沒辦法取這種名字 那我們是上海王 在這邊Open了一萬 那可以看到我們的老面孔 就是我們湯毒王 他在Barton 扣了一個九九 我們只是在那邊 好 所以這邊是上海王 Open了個一萬英鎊 然後之後總共有三家跟注 其實在大部分的時候 尤其是在一般 像我們這種 中低級別的玩家 像這種 JQ不同的話 在小盲其實我們 不太會去選擇 跟注 而且有效重碼大概一百多BB 我們會 認為這種牌 不是很適合玩 可是我認為 撲克 達到了另外的層次 跟金額之後 我覺得 他們打的 不一定完全是 直接的 排力 而是打的就是 心跳 好 好 那像這邊 你可以看到 上海王這邊 做了一個 蠻標準的 C-bay 在四萬的底池下 注一個兩萬三 大概一半多一點點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的 Alton 在小盲擊中了一個 2nd pair 那我們可以看到 YKing Young YKing Young 就是楊公子 傳奇復刻另外一個 除了Pofar以外 還有另外老闆叫Risha Young 他的兒子 他也是打一個 非常流鼻血級別的玩家 OK 那現在其實你看 TEN開了一張 梅花石 順子也有了 然後 銅花也有了 這時候 我們的Alton 就跳出來 做了一個 Dumbag 那這個Dumbag 是在八萬六底子 下注五萬 其實是蠻重的一個注嘛 那這張梅花石 對於上海王來說 是一個比較 不利的牌 因為他其實牌 他的成長空間不多 只有一個頂對 Ticker 而且他也沒有任何的梅花 那也許他 雖然他有位置 可是其實如果 他這把跟下去 其實 就有一點點 會套了蠻多 呃...錢在裡面 因為他現在後手 是有四十五萬 假設跟這五萬 底子就有二十萬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TEN掉了一張梅花石 我們的Alton 做了一個Dumbag 因為其實這張梅花石 對於Racer來講 就是一個Scarry Cut 就是這張牌 掉出來 對於家住的玩家 是一個比較不利的牌 因為我們可以看一下 上面這個結構 是黑桃J 然後50K都是梅花 那對於一個在小忙 Check Code的範圍 那這張石會擊中他 有很多的範圍 可能有兩對 可能有順子 可能有童花 那我反觀過來看一下 我們的上海王 選擇一個持續下注 他很有可能是只有TPT 跟他配 或是他有一些K的牌 所以我們如果 他是有K的牌 他就不會有童花 因為梅花K在上面 所以這張梅花石 對於家來說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牌 那變成是說 假設上海王在TEN 選擇跟住Alton的 當倍下注 他在River 還是會陷入一個 猜猜看的決定 因為 如果Alton在這邊 選擇了一個攻擊 River的時候 他很有可能 再做一個持續的攻擊 會讓 上海王只有一個頂隊 因為他沒有梅花 如果他這邊有 一個AK有梅花衣 他一定會選擇跟出 然後在River再做決定 因為他的牌可以成長 那變成是說 假設River開出了一張梅花 他其實他這個AK 是一個非常難決定的牌 那你也沒辦法 知道對手 到底是在Buff 還是到底有牌 還沒牌 所以最後呢 上海王在這邊 就選擇了蓋牌 那我們之前就講 Alton是個非常有想法的玩家 他利用各種機會 去創造自己的勝率 之前我們在第一集 講的那把牌 其實也是在River Jason Quinn中了一個 他的順子 中了一個Nuts 不然其實他在那個時候 可能也是只能放棄 然後反而會讓 Alton很有想法的Buff 變成最後贏家 這把我們的Alton 他贏了五萬三英鎊 大概快兩百萬台幣左右 Alton在Hijack Open了一個 AJ Off 然後我們Button這個玩家 叫做余亮 他也是一個 中國的高額現金座玩家 其實像Alton啊 彈軒啊 余亮啊 還有YKing Young 他們其實都是一個 非常高額的玩家 在撲克圈裡面 你可能要打比賽 大家才會知道你是誰 因為像這種失局的玩家 可能在沒有這些直播 大家其實都不認識 他們是誰 其實他們就很像 笑傲江湖裡面 那種風輕揚 超強 可是他在深山裡面 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可是你一些名門正派 你就覺得 喔他們好像很強 可是其實藏在深山中的那些人 才是真正統治武林的那些人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Alton 在469這個結構上 他check了Scheck 可是他有 磚塊A這張blocker 在這邊 所以他這邊在面對於余亮的一個 IP的下注 他選擇了一個check call 那Alton為什麼在這邊選擇check call 因為他其實沒有中任何的對 可是呢 這邊的check call 並不一定落後對手的範圍 你可以看一下 對手這個AQ 正常來說是一個3B的範圍 可是其實他這邊 call call的範圍裡面呢 他有很多牌 假設他有AQ 其實他有JQ 他有QK 他有A10 他其實有一些牌 是比他的AJ弱的 其實他的AJ 是有一定的程度 是領先對手的 所以他這邊選擇了一個check call 而且他有一個後門 賣A花 NAS花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他這邊做一個check call 其實很有一部分的程度 不是領先對手的範圍 那當然對手的範圍是 比較大的 他在這邊 他check call的時候 其實他認為 他應該中A、中J 其實他在心裡 應該是覺得說 他是領先對手 如果中A、中J 他還是會贏 然後turn掉了一張 裝快K 然後我們的Ailton選擇了 繼續的check 現在我們的余亮 其實在這邊他AQ被check call之後呢 他應該會有一點意識到自己的範圍 也許是落後對手 因為他也是AIR 所以他這邊試著想說 要來做一個bluff投機 試著把對手打蓋 那我覺得余亮這邊下注 我覺得是非常OK 因為簡單一點來講 就是說 他現在手上是AQ 雖然沒有中 可是其實他這邊有一些blocker AQ算是blocker blocker意思就是主檔牌 簡單一點來講說 如果我有AQ 其實我手上也會有QK 我也可能會有slow playAK 因為我拿了A跟Q 其實是擋掉了一些對手 有AQ、QK的範圍 因為我拿了這兩張 雖然我沒有中 可是代表說 對手中的機率其實也是比較低的 加上他這邊有一張diamond Q 其實他也是有一些銅花的組合 那當然他不知道對手有沒有銅花 所以他試著在沒有對折的狀況下 試著想要把對手打蓋 所以選擇這個下注 我覺得是非常的OK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我們的Ayrton真 面對對對手在這邊下注3萬5英鎊 他在選擇他的策略要怎麼走 這邊Ayrton就選擇了一個 Chickrace的bluff 還記得我們上一把看到他的bluff 是Dumbay Bluff 那這邊是Chickrace Bluff 可是他這個Chickrace Bluff 上次運用的是對手的Skerry Card 那這次也算是運用了對手Skerry Card 但是這次他手上有Nats的Blocker Nats的Blocker意思是說 因為我有雙開會在手上 所以我有可能有最大的銅花 代表說對手一定沒有最大的銅花 甚至對手基本上沒有銅花的組合 所以他這邊做Chickrace是非常的棒的 因為對手沒有Nats的組合 所以其實對手在這邊很有可能是Blocker 因為在這邊選擇要下注 基本上你一定要有3條 或是你有銅花以上的牌 可是磚塊A呢在Ayrton的手上 所以對手就不會有AX銅花的可能性 所以對手在這邊就會有比較多的頻率是在轉Blocker 所以這邊做了一個Chickrace 是希望對手可以蓋掉一些比他好的牌 假設沒中或是中了 他的River都可以選擇一個Blocker的All-in 讓對手非常的難跟 因為最大的Nats的組合是在他的手上 然後這把就順利的拿下這個底詞 然後就跟他講說 偷雞 這一把牌就又運用了Blocker 順利的拿下這個底詞 OK 那現在我們來介紹第三把 這把Open的人是譚瑄 彈瑄有機會的話我們再幫他做一集 因為彈瑄也是一個非常瘋狂的玩家 那彈瑄你可以看這邊的範圍 跟我們一般所知道的撲克範圍 其實非常的不一樣 他在Card of Open了1萬歐元 但Ayrton去扣了一個A9歐 這些在於我們這些中低級別 比較傳統的一些線上玩家 基本上我們都不會玩這些範圍 可是他們打的不是錢 打的不是籌碼 他們打的是行跳 那這把牌就是我們的彈瑄 這邊Ayrton曾還有我們的余亮 三人玩家的三人池 然後我們這邊彈圈在一個AQ4的結構 選擇一個持續下注 因為畢竟他是Open Reason 這些牌是代表他的範圍 然後基本上呢 沒有人會在Flop蓋掉A1 對不管你的Kick多少 多大 基本上很難在Flop就把A1蓋掉 所以這邊我們的Ayrton曾一定會選擇平衡他的A9 因為他中了這個頂隊 那Flop還是一樣有三家 因為畢竟他們後面籌碼還蠻多的 然後余亮也跟了一個case 可以試著去買一個總統 那你看其實在Turn的時候 彈瑄想了蠻久 結果他的58沒有選擇一個下注 他選擇了一個Check 然後我們的Ayrton為了要保護他的A9 我覺得Ayrton在這邊選擇下注的一個概念 這我個人推測啦 他是希望可以有一個Rever 一個平衡的修擋 因為我這邊選擇下注 那可能會有更好的Kick的S 那對手Check 那我就Rever就可以直接Check 因為我有位置 所以我這邊選擇一個下注做一些架子 因為對手可能有QK啊 或什麼之類的 也許會再跟你發 同時是架子下注 也是可以先把Rever那一發拿來Turn打 然後Rever可以在有位置的地方 直接的Check開拍 這我個人也猜測啦 那當然我不知道真正的Ayrton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你可以看到吧 Ayrton跟彈瑄兩個都是非常猛的玩家 在Ayrton選擇下注了3萬5歐元的時候 我們的彈瑄呢 再分Chicorys13萬英鎊 不好意思剛剛說歐元 是Chicorys13萬英鎊 那現在就換到我們的A9在想要怎麼辦 因為其實他們都打牌很久 所以Ayrton一定是認為彈瑄玩的範圍是非常的寬的 所以他覺得A9一定是一個領先對手範圍 所以就在選擇下注 希望彈瑄繼續跟注 結果沒想到彈瑄還是非常的兇狠 在這種結構上選擇一個Trigger Race 因為其實他的範圍是非常的強 因為他是Open Racer嘛 然後這邊又做Trigger Race 那對於Ayrton真的範圍 因為他在Flop沒有做一個3B加注 所以基本上他比較不會有AAQQ 所以基本上這邊如果要跟得動的話 一定要有三條啊 要有兩隊啊 所以他這邊換Ayrton真是自己陷入了一個難題啊 那像這種最後這把牌呢 就像是遇到了慕容富的斗轉心儀一樣 用他的招去打他自己 結果反而把他的一些領先的牌被彈瑄給打蓋了 其實我相信Ayrton可能也是有點後悔 Ripton做了這個背 因為其實他這個A9其實在River就是一個 對方如果不拉脫幹嘛River 就只要對方下注 他選擇跟注就好 可是那時候的決定是因為彈瑄的範圍本身 就是一個比較寬的玩家 就跟他自己一樣 所以他選擇想要架子下注 沒想到被一個 所以他應該是非常的後悔 這上面三把牌可以看到Ayrton的牌風是非常的熊 第一集看他打的時候他是一個非常有想法的玩家 那當然我們上第四角可以看到他們的牌在做什麼事情 可是我相信如果你是當局者 其實Ayrton做的這些動作 都是一個讓你猜猜看 因為他的Light其實是沒有破綻 如果你真的沒有一個很好的牌 其實你是很難去抓他的bluff 甚至你有牌你還是會被他打幹 所以遇到兇的玩家你只能比他更熊 不然是真的沒有招了 所以以上我們依Ayrton的這個打法 我們可以歸類出兩個bluff的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你要利用scary card scary card就是這張牌掉出來的時候 是對於跟注玩家比較優勢的 所以在這種時候你可以選擇 Dumbang 你可以選擇Trick Race 你可以利用這些scary card 對於Racer進行主動攻擊 反手為攻啦 那就是用這scary card讓對手蓋牌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利用block 那我們可以看到剛剛我們的Ayrton 是利用了一個Nuts花的block 他有磚塊A嘛 所以他利用這個Nuts的block 來確定對手沒有Nuts 而且他的範圍裡面 大部分會比較喜歡玩同花的牌 而不是玩不同花的牌 所以如果他有這張磚塊A 代表說他有很多同花的組合性 而且對手也因為不應該可以打那麼多柱 而去推測對手的bluff 所以在這邊選擇了一個rebluff來搶下底次 所以偷機並不是你一個說 我決定這把要偷機了 所以這把我就是要偷機偷到底 而是偷機它是一個在牌局的進行過程中 你發現你有這個機會 你有這張牌可以進行偷機 而使用偷機的戰術 而不是我還沒發牌的時候 決定啊我下一把要偷了 那這樣子會對你造成一個很大的損失 好這邊是大亨的博弈生活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的手牌介紹 更多的撲克玩家介紹 歡迎加入我們的群 也可以跟我們一起聊天 這是我們的QR Code 歡迎加入我們大亨博弈生活 請幫我們訂閱分享按讚 大家掰掰